和小叔叔一夜风流后,我连夜跑路,去了国外留学 事后,心狠手辣的男人眼都不眨,出国可以,三年后必须回国 几年后,我带着孩子刚走出机场,就被傅近年的保镖请上了车 我颤巍巍地狡辩,我,我结婚了 头顶传来熟悉的笑声,不带一丝温度,冉冉,让我的孩子跟别人姓,你胆子够大 众所周知,傅近年对我的管教,严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自济世以来,我就不许在外面过夜,更不许跟人谈恋爱 可是今晚,傅近年喝醉了酒,正躺在我面前 暖黄的灯光落在他冷漠漂亮的脸上,让人蠢蠢欲动 小叔,我喊了他一声,傅近年不为所动 他喝醉了,也有可能被人下了点东西 总之我进来时,他就是这样了 我拿来施手帕,想给他擦一擦额头,突然就被他带入怀里 乖,抬头看我,低沉阴雅的声音划过夜色 带着命令的语气,从容优雅 我心脏狂跳不止,对上那双蕴含着醉意的眼睛 胆大包天地摸上了他的领口 放在平常,我是绝对不敢下手的 傅近年家娇颜柯,连我谈恋爱都不许 怎么可能允许我干这种事 等他醒来,大概率会亲手弄死我 突然,一道冰冷的蚊落在我的唇上 激得人浑身发抖 放松 傅近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瞬间侵占了我的理智 这一夜,我慌地打翻了桌上的茶水 把酒店的床单弄得起了皱 却忍着不敢出声,生怕傅近年自最久中醒来 发现是自己的侄女狗胆包天,爬上了他的床 折腾到天亮,傅近年终于肯放过了我 我忍着发抖的双腿,胡乱套上衣服,落荒而逃 然然,你知道吗,最近有人把你小叔惹毛了 接到闺蜜电话时,我正躲在老宅,往身上涂药 不小心碰到淤青的地方,疼得呲牙咧嘴 他怪狠的,一点也不怜香惜玉 我小叔他怎么了 闺蜜悄咪咪地说,你小叔的人将室里翻了个底朝天 像是在找什么人,哎,也不知道谁这么倒霉,惹到了这位金主 我慢慢停下了手,我知道傅近年在找谁 一个狗胆包天,趁他醉,站进了他便宜的女人 外面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 紧接着,熟悉的脚步声自玄关走来 我匆忙裹上衣服,跟玄关处的男人撞个正着 小叔 我吓了一跳,匆忙摁掉电话 傅近年站在光里,周身聋了层光韵 冷漠漂亮的面孔,此刻正不动声色地盯着我 很冷,我垂着头,耳尖都红了,嗯 傅近年的目光突然落在了我的手腕内侧 是昨夜他遗留的吻痕 我还没来得及遮,谈恋爱了 不冷不热的语气,让我浑身汗毛倒数 我昨晚本来就受了他的折腾,又被这么一下 瞬间小脸煞白 不,不可以吗 傅近年居高临下地望着我,轻笑出声 冉冉,你觉得呢? 你今年才,岁,刚刚高中毕业 是啊,在傅近年眼里,我实在太小了 傅近年说,上大学之前,不许让人碰你 被我发现还有下次,你知道后果 可是我 傅近年眯了眯眼,你怎么了? 我已经把你睡了 这句话我没敢说,门头逃回了房间 我满心以为,傅近年知道真相后,会对我网开一面 可几天后,我去公司找他,却听到他在跟人说话 找不到就继续找 对方问,如果找到了呢? 傅近年一出一声不轻不重的冷笑 找到了还用我教?送进去吧 我吓得六神无主,找他要说的事也忘了 当晚买了个机票,直飞国外 只给傅近年留下一句话 小叔,我要出国读书了 十几个小时后,手机上收到一句简短的话 可以,三年后必须回国 五年光阴转瞬即逝 我从那场朝热以你的梦中醒来 发现飞机已经落地A城 五年过去了,每每梦到那夜的场景 还是会燥热男人,心乱如麻 我闭了闭眼,有些恍然 显示屏上正在播放着富士集团的广告 傅近年那张冷漠漂亮的面孔 一如当年,让人心乱神迷 妈妈,到了 团子的声音将我从神油中拉回 望着那双和海报上一模一样的眼睛 我犯起了愁 此时距离傅近年规定的日期 整整晚了两年 要不是听到傅近年好事将近 我是打算一直在国外待下去的 接站台的车来来往往 我领着团子坐在贵宾市 正低头联系前来接我的出租车 丝毫没注意贵宾市的门开了 有个男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来 也不知道团子直冲着围首的男人跑去 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着清冷出尘的傅近年展开手臂 咯咯笑着喊 叔叔 抱抱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我回头看到那张脸 吓得神魂俱散 飞奔过去一把抱起团子 小 小叔 五年未见 傅近年还是一如当年 一双暗沉的眸子充满了探究的意味 仿佛随时能将人看穿 傅近年并没有太多诧异 反而微微挑眉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小叔 随后 他又看向我怀里的团子 目光一定 不解释解释 这是我的孩子 话落 更是一片死寂 我就知道他会生气 五年音讯全无 一回来就整出个孩子 傅近年不打断我的腿都算好的 一路上 我低着头 没敢说话 团子倒是不怕声 乖乖栽在傅近年怀里睡觉 傅近年一手揽着团子 一手堵堵地敲在扶手上 像催命的丧钟 好伴上 傅近年冷冷笑开 下染 三年不见 你倒是给我憋了个大的 孩子爸爸呢 他语气随意 可是话中的冷意 让人毛骨悚然 我随口胡周 在国外 病死了 为了佐证我的话 我还举起了无名纸上的便宜戒指 傅近年淡淡瞧着我 半上没说一句话 夜色浓稠 汽车驶入老宅 团子被保姆抱下去睡觉了 客厅里开了一盏小灯 傅近年坐在沙发里 审视着规规矩矩站在那的我 轻笑道 说说吧 错哪了 在外五年 这一瞬间 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被傅近年管着的时候 我有些底气不足 小声说 我不该一走就是五年 不该瞒着你结婚 不该 生孩子 还有呢 不知道怎么的 傅近年看 我的目光有些锐利 跟下刀子一样 我低着头 只有这些了 只有这些 傅近年玩味地品着我的话 唇角的笑意渐渐冷下来 起身拎起外套 像是要出门 小叔 你要去哪 傅近年淡淡说道 我好事将近 你不知道吗 我瞬间回过神来 意识到他要去见那个快要结婚的女人 失落地点点头 不问我是谁吗 我一脸茫然 谁 林若初 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 我脸色一变 小叔 你不能 别人都可以 只有林若初不行 傅近年痴笑一声 怎么 你孩子都生了 我不能约会 不是 伴随着一阵关门声 傅近年离开了 深夜 酒吧的包间里 闺蜜团瞪大了眼 什么 你生了傅近年的孩子 嗯 傅近年即将跟林若初订婚的消息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 我忍了几天后 到底是坐不住了 找了闺蜜团求助 众人七嘴八舌 跟我抖出了原因 当年副总翻天覆地地找人 是因为被一个女人占了便宜 起初副总打算把那女人送进去的 后来就改变了主意 再后来 林若初站出来承认了 还因此成了你小叔的女朋友 我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 这不就是冒名顶替吗 更何况 当年林若初谋话 怎么拿下我小叔的时候 被我撞了个正着 他就是个心术不正的人 心里发闷 我起身去洗手间喘口气 碰巧隔间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放心 三年前他自己都不知道睡了谁 正主要是有心 早跳出来了 现在还不出现 说明没证据 我冒名顶替怎么了 嫁进去 富家的家产就都是我的 竟然是林若初 好巧 三年前的那个夜晚 发生得太过突然 我闯进门的时候 傅近年已经神志不清了 他当然分不清我是谁 只是一味地将我抱在怀里 拉着我坠入无边的玉海 林若初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从回忆中抽离 我意识到 今晚林若初在 傅近年大概率也在 我不想让傅近年吃闷亏 于是沿着包间一路找 终于找到了傅近年的包房 推开门的时候 傅近年正心不在焉地 浏览着酒水丹 听见动静 他掀起眼皮望来 目光定格在我的身上 我鼓起勇气走过去 小叔 嗯 能不能换一个 换个什么 小沈 我咽了口唾沫 支支吾吾地说 我不喜欢他 傅近年目光锐利深沉 像审问犯人的审判官 那你喜欢谁 我快要被吸进 那双有黑深邃的毛子里了 脑子一抽 突然拽住了傅近年的领带 小叔 你看我行不行 说完我才察觉到 这句话有多荒唐 长达一分钟的沉默 渐渐让我冷静下来 我天 我在干什么 傅近年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半想勾起了一抹 不冷不热的笑 怎么 给孩子找后爹 找到你小叔身上来了 在我的预想里 傅近年可能会冷声斥责 也可能直接让保镖把我带回去 唯独没想到 他会以这样的口吻来反问我 我仗红了脸 傅近年俯身靠近 盯着被我钻紧的领带 轻声说 冉冉 把手松开 我就当你今晚什么都没说 听着包间外住进靠近的高跟鞋声 我犯了名 倔强地抬起目光 跟他对视 不行吗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想谈恋爱 傅近年问 跟你小叔谈 我闽唇 执拗地没有说话 傅近年唇角的笑意慢慢淡下去 捏着我的下巴凑近 感知着他近在咫尺的呼吸 我吓得闭上了眼睛 一时间 我清浅急促地呼吸 与他交融在一起 心底慌成一团 他 是要亲我吗 等待的吻 迟迟没有落下来 傅近年发出一声闷笑 想让我亲你 夏然 你真敢想 羞耻感瞬间席卷全身 我轻轻一抖 傅近年的手 扣在我的脖梗上 掌心的温热 一寸寸渗透过来 睁眼 他淡淡命令着 我眼皮颤了颤 不敢抬头看他 刚才的胆子呢 我嘴硬 我只是没准备好 这句话 换来傅近年一声吃笑 这样也敢让我换女朋友 等你什么时候有了那个胆子 我们再来谈换女朋友的事 那天 我从傅近年包房逃走后 好一阵没有看见他 听他秘书说 傅近年忙着谈生意 没空回来 我猜 也许是他知道了 我的心思 刻意回避我 不禁有些沮丧 为了转移注意力 我接受了闺蜜的建议 在网上聊了几个帅哥 这天傍晚 我化好妆 正准备赴约 一辆车停在了家门口 团子从车上跑下来 开心地朝着我奔来 妈妈 团子要去郊游 郊游 我一愣 盯着从车里下来的男人 脑子一时间没转过弯来 傅近年转身吩咐身后的保姆 替他们收拾东西 去哪呀 傅近年扫过我 化过淡妆的脸 去度假村 眨眼的功夫 行李箱已经被司机 放进了后备箱 坐上车我才后知后觉 我们要去的庄园 在一百公里开外 小叔 我还有约会 虽然那约会有一群人 也不差我一刻 傅近年望着窗外 轻轻择了声 不早说 上了高速 还能放你下去 司机笑着说 傅总这次是去谈生意的 小小姐听见了 闹着要去 这才带上您 哦 原来也不是刻意想带我 我扭头望着窗外 心里更闷了 一路颠簸 我们终于在入夜后 抵达了度假村 刚下车 我就看见一道 年轻靓丽的身影 朝傅近年扑过去 花蝴蝶一样 你来得好晚 略带撒娇的语气 傅近年朝他介绍 下冉 你应该认识 林若初像是才发现我 冉冉 好久不见啊 算起来 林若初跟我算是同岁 我们当时还是同学 所以 他这声好久不见 外人听起来 倒还真像那么回事 团子抱住傅近年的大腿 叔叔 我想吃蛋糕 傅近年眉目一松 弯腰将人抱起来 吃哪个 团子引着傅近年 往人多的地方去了 一大一小走后 林若初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 你孩子叫他叔叔 下冉 你心里那点小酒酒 说出来也不嫌害骚 也不知道为什么 傅近年那么严苛的人 对团子意外宽容 也没有纠正团子的叫法 我盯着林若初 笑了笑 林小姐好像很怕我回来啊 林若初皮笑肉不笑 当然怕 自己男朋友被侄女觊予 我都怕丢人 当年 我和林若初的相处 算不上愉快 在女厕所跟人谈论 怎么勾引我小叔 被我听见了 我年轻气盛 跑上去跟他理论 结果被他威胁 不许说出去 不然就要我好看 后来 他四次翻了我的日记 知道了我喜欢傅近年的秘密 还威胁 我要告诉我小叔 多年过去 林若初好像一点也没变 下冉 用不用我帮你告白啊 孩子都有了 哪来的勇气啊 傅近年宠你 是因为把你当小辈 你试着 让他当街盘侠看看 是吗 我掏出手机 当面给傅近年打了个电话 傅近年接起后 我当着林若初的面 直接表白了 小叔 我喜欢你 傅近年那头一顿 一声不吭地挂断了电话 我举着手机 看向林若初 他好像也没有 把我赶出家门 反而是你 算计我小叔的事 用我原原本本告诉他吗 林若初笑容一僵 夏冉 你还要不要脸 我懒得再跟他废话 转身就走 突然身后 传来了落水声 水溅了我一身 随后 林若初的呼救声传来 救命 我诧异地回过头 发现林若初正在泳池里挣扎 全场的目光都投了过来 哎 那不是傅总的女朋友吗 怎么掉水里了 救生员当即跳进泳池 将林若初捞了上来 众人的窃窃私语中 傅近年劈开人群走过来 怎么了 林若初受了惊 趴在地上咳水 声音里带上了哭腔 近年 冉冉他好像不喜欢我 傅近年扫了我一眼 刚好对上我饱含怒意的眼睛 林若初不敢弄施傅近年 只是小心翼翼地握住了他的手 一本正经的告状 他把我推下去了 周围传来叹息声 哎 那小姑娘完蛋了 谁不知道 傅总把林若初当宝啊 傅近年诞生问道 冉冉 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盲解释道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林若初动得瑟瑟发抖 近年 我知道 我当初接近你的目的不纯粹 冉冉对我有意见也正常 可是这些事 你都是知道的 你都原谅我了 他为什么都不能原谅我呢 我浑身一震 这些 傅近年都知道 傅近年没有反驳 好了 我让人送你去医院 林若初得意地瞥了我一眼 继续撒娇 能不能陪着我 傅近年眼都不眨 夏然不满意你 我当然得留下来 教教他规矩 这句话说得微妙 林若初脸色一白 傅近年就松开了他的手 擦了擦被弄湿的指尖 将手帕扔进了垃圾桶 夏然 跟我过来 傅近年领着我进了门 过来 他随意 在沙发上坐下来 姿态跟当年我英语 不及格兴师问罪时一样 我站着没动 傅近年猝猝眉 愣着干什么 此刻 我心里的委屈达到巅峰 突然嚷嚷起来 小叔 你真的很讨厌 声音在屋子里回荡 傅近年像是没听清 你说我什么 我眼泪都滚下来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 脑子糊涂了 水在我后背 当然是我转身后 他自己跳下去的 傅近年说 我不瞎 今晚没人觉得 是你推了林若初 过来 把衣服换了 我这才发现 沙发上早就摆好了 然而 我心里憋着一股火 继续嚷嚷 所以你是在说我傻 傅近年额头青筋一跳 耐着性子说 我没说你傻 那你为什么不分手 这个话题的跳跃程度 成功让傅近年沉默了 他反应了一会儿 沉着性子说 好 这就分 你坐下来 我跟你慢慢说 我凶巴巴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 你早就知道林若初的为人 却不肯主动分手 说明你是真的喜欢他 我一本正经 跟你说他目的不纯的时候 好像个小丑 我语速飞快 傅近年好不容易逮住机会插上嘴 我没这么以为 这不是答应你分了 我声音更大了 你敷衍我 我要跟你划清界限 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傅近年的表情很微妙 有种恼火上头 又被强压下去的平静 夏然 你再说一遍 我提提塌塌地换上运动鞋 重新打开门 回头骂道 你年纪大了吗 耳朵都听不清了 说完 在他阴沉的目光中 把大门甩得震天响 这是我第一次跟傅近年闹 离开房间后 我才冷静下来 酒店的房间已经满了 我去哪订房间去 一筹莫展之际 傅近年的秘书匆匆赶来 将房卡递给我 傅先生说 团子小姐有人照顾 您今晚好好休息 我心里五味杂沉 他没说别的 秘书笑了笑 没有 我像是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 刚吵过架 他难道不生气吗 我接过房卡 闷在房间睡了一宿 第二天 秘书前来敲门 傅先生说他分手了 您什么时候气消了 就下去吃饭 我有些诧异 真疯了 下楼吃饭食兔 气氛有点微妙 我昨晚骂傅近年骂得难听 又不想当众跟他道歉 只好低着头不说话 傅近年完全没有在意 跟人谈笑自若 傅先生 您家这位好像不太高兴啊 傅近年无奈道 昨晚闹了点脾气 没哄好 说完他随手递来一个纸杯蛋糕 我接过去 慢慢啃着 还是不说话 整整一上午 傅近年递来的东西 称得我都走不动了 索性拿过他的手机 点分享给他的PDD链接 傅近年的手机 此时突然震了下 有人打电话进来 我不想靠他太近 干脆开了免提 一道年轻的声音 带着爷鱼从听筒里传来 哎 那个叫团子的小孩 你的 这句话一出 我浑身一僵 不知不觉坐正了身体 傅近年眼皮都懒得抬 怎么 那人自顾自地笑 跟你长得怪像的 什么时候背着我生了个闺女 上来就跟我要冰淇淋吃 傅近年正要挂电话的手指一顿 悬在电话上方 抬眼 若有所思地盯住我 四周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和 我心尖一颤 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吓然 啊 傅近年深深打亮着我的脸 忽然笑道 你没忙我什么事吧 我淡定地把手机 塞进傅近年的口袋里 仿佛没听见 傅近年也不着急 慢悠悠地盯着我 等我回答 我闷声转移话题 我今晚要跟闺蜜 去温泉那边玩 见傅近年还是没说话 我又郑重地说 我 我有可能睡那边 不回来了 哦 你睡那边 傅近年不紧不慢地重复 我一噎 板着脸说 你别找我 傅近年笑了 行 我不找你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走出很远 还能察觉傅近年落 在我身上的目光 拐出门 我突然撒腿 朝着相反的方向奔去 救命 我是不是快露线了呀 入夜 闺蜜被突然闯入的 我吓了一大跳 然然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还有酒气 你喝酒了 我抱着一瓶 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福特家 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扑通跌进他面前的软椅里 不是说喝酒壮胆吗 我嘟嘟浓浓的 我怎么还是害怕啊 闺蜜拎起酒瓶子一看 尖叫道 度 你干了半瓶 疯了 我感觉心在扑通扑通乱跳 眼前光影倒转 头晕晕乎乎的 我可咋办啊 我大声哀嚎着 闺蜜拖住我的头 夺下我的酒瓶问道 什么咋办 你又干啥了 我趴在他耳边 声音震耳欲聋 父亲年知道了 闺蜜眼神错愕 知道孩子是他的了 我神经质一样地笑了笑 快了 我很快就要被他搞死了 记得明年给我上坟啊 闺蜜长舒了一口气 嗨 这不是还没猜到吗 他将我放在软椅上 起身去桌子上拿东西 等他快知道的时候 你再跑一次不就完了 或者你喜欢睡他 那就睡一次再跑 闺蜜的话 突然卡在喉咙里 我迷迷呼呼抬起头 嗯 怎么不说了 你说话我喜欢听 哈哈 再睡 嗯嗯 闺蜜突然捂住了我的嘴 黑暗中 我俩大眼瞪小眼 他压低声音 像讲鬼故事一样 巧声说 你知道这是哪吗 广播室 我刚才 忘记关卖了 几分钟后 我被闺蜜拽出了广播室 跌跌撞撞的 像放风筝一样 从走廊呼啸而过 我神经质一样地笑 该死的 哈哈 度假村为啥会有广播室啊 你有病 半夜不睡喊我来广播室 闭嘴吧你 我也不知道 他把我带去了哪 只知道终于停了 眼前光影流转 灿烂迷离 人吵吵嚷嚷的 带我看清前方走来的男人 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附近年脸上没了笑意 那双暗沉沉的眸子 盯得人心里发慌 突然有个男人把闺蜜拽去一边 笑容阴侧侧的 宝贝 我的生日歌放哪去了 闺蜜生无可恋地 被人扛走了 留下我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被湿了定身术一样 小叔 短短几分钟 现场被驱散了干净 偌大的宴会厅 只剩下我和他 四周围了附近年的人 我插翅难逃 冉冉 跑什么 附近年阴色徐晨 不紧不慢地开口 我吓得小脸煞白 死鸭子嘴硬 没跑 我就是出趟远门 快赶不上飞机了 出远门干什么 道 道念王夫 该死的 我在说什么呀 哦 附近年笑了笑 道念王夫 我脸色又白了一寸 嘴唇颤了颤 说不出半句话 是啊 毕竟结 结婚了 附近年的手 轻轻扣住了我的脖梗 笑得平静又自然 所以 你是揣着我的孩子 跟人结婚了 他真的全知道了 我两腿一软 几乎挂在他身上 不 不 附近年慢条思理地说 让我的孩子跟别人性 你胆子够大 你猜 我会不会弄死你 嗯 混沌的大脑 正在努力转动 我一把抱住他的胳膊 小声乌液 求你了 放我走吧 我喝醉了胡说的 团子爸爸死了 不信我悼念王夫的时候 给你视频 附近年骤然将我拉近 唇角笑意发凉 继续编 冉冉 我这个王夫 今天就守在这儿 好好听听你的鬼话 我本来就喝得烂醉 这下更下得走不动半步 一头扎在附近年怀里 小叔 我头晕 附近年被我逗笑了 没事 小叔有的是时间 陪你耗 这就是非要我 给个说法不可了 我抱着他 缓了一会儿 突然撒腿朝外面跑 身后传来附近年一声轻笑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我跟个眉头苍蝇一样 四处乱窜 附近年就跟在我后面 门口的人拦住我 夏小姐 此路不通 我掉了个头 朝着楼上跑去 一路经过各个被人把守的门 我终于来到了某一层 前方房门大开 只此一间 是酒店的总统套 我纠结地看看远处 把附近年堵在电梯口 色力内人 你不许跟着我 附近年嗡了声 饶有欣慰地答应 不跟着 我扭头朝门口跑的时候 差点被厚厚地地毯绊倒 附近年眼急手快 一把捞住了我 淡淡的木质香调 经过体温的催化 愈发浓醇 你眼睛长头顶伤了 我挣扎了片刻 发现挣扎不动 红着耳朵说 小叔 你放开我 我走得稳 哦 你走得稳 他轻声浅笑 我还以为你喝醉了 说完 他撒开了我 看着我慌里慌张地朝里面跑 迈着长腿 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 慢点 我能吃了你 我好不容易套进门 突然两腿一清 离了地 眼前景色倒转 我被人扔到了床上 醉鬼果然走吐得慢 等得我都没耐性了 傅近年慢条丝里地拆下了手表 小叔 我声音都在颤 饶了我吧 不要弄死我 傅近年的声音含着笑 让我分手 还要跟我断绝关系 都听你的了 你要走 我怎么饶你 愣神的功夫 傅近年的掌心 垫在了我的后背上 将我压进他怀里 我感受着滚烫的身躯 被淡淡的香气包绕 仿佛被困入了迷魂阵 正不脱 不锁命吗 温良的语气让我浑身都在抖 我挣扎着往后挪了挪 被傅近年慢条丝里地拖回去 饶命啊 不要锁我的命 我陷入一片潮热里 酒精的麻痹让我开始胡言乱语 甚至开始蹦电是句台词 傅近年心情有点好 须 你求求我 求求你了 指尖顺着我的脖子一滑 我浑身都软成了水 傅近年的冷笑声传来 求也没用 不是要睡小叔吗 睡不明白 今晚就别闭眼了 没喝醉的傅近年 显然要比五年前难对付 不同于五年前的那次 今夜傅近年似乎带着惩罚的意味 吻得又宠又狠 很快唇齿间开始弥漫出血腥味 说 团子爸爸是谁 不是你 不是 傅近年笑着拍了我一巴掌 放松 知不知道你一撒谎 浑身都紧 小叔 小叔 叫我没用 实话实话才行 最后 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 哆哆嗦嗦地招供了 傅近年这才罢休 轻轻吻了吻我的额头 好了 睡吧 五年前的场景和今夜的梦境交织 搅得我浑身滚热 我从梦里惊醒 隐约听见喜悦间的水声 傅近年在打电话 电话开了外放 透过花花的水声 格外清晰 我还以为 你要给丫头骗子打断腿 我一愣 意识到丫头骗子是指我 傅近年不冷不热的声音传来 放在平常 是该这样的 这次怎么不聊 傅近年沉默半嗓 瞧着怪可怜的 不骂了 我慢吞吞地翻了个身 队上刚从浴室出来的傅近年 下意识往被子里躲了躲 他走过来 坐在床边摸了摸我的头 胆子小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掉 上次骂我 不是挺溜吗 我露着俩眼 没有说话 傅近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轻轻叹了口气 还是太小了 当初就该直接把你从国外带回来 我有这么可怕 这种事都不说 其实最开始 我瞒得挺好的 每周定时汇报自己的行踪 连进产房的时候 都安排了定时发送 以防傅近年起疑心 我甚至频率快到一天一发 事无巨细 目的就是为了 让他厌烦我的消息 想到这 我突然抓起傅近年 放在床头的手机 打开微信 意外发现 自己竟然是置顶 傅近年没理会 我诧异的目光 拍了拍我的屁股 起床 今天回家 我被折腾得有点狠了 半路才反应过来 其实我应该正在生傅近年的气 他还没把林若初的事 跟我解释明白呢 也没跟我告白 这不是渣男吗 车停在了老宅门口 我默默瞥了他一眼 对上他的目光 说 别吵 我在生气 傅近年一愣 怎么了 我说 你猜 傅近年 然后他就走了 闺蜜拖着塞认真的停 我说 是啊 他就走了 闺蜜闸了 太过分了 其实我忘了说 傅近年临走前 还问我晚上想吃什么 我没理他罢了 他见我一脸郁闷 说 冉冉 你有没有想过 你之所以这么卑微 是因为你俩关系不对等 你要让他知道 你不再是被他管教的小孩了 而是一个成年人 我觉得有道理 问 怎么做 从前你小叔不让做的事 都做一遍呗 我觉得有道理 当天晚上 还在工作的傅近年 就收到了我的一条短信 几张男模照片 帅得各有千秋 小叔 今晚这俩不错 你帮我选一个吧 傅近年的电话 当即打了进来 被我无情地挂掉了 我还带着团子 去了闺蜜家 小住了几天 不怕死地疯狂挑衅傅近年 发给傅近年的聊天记录显示 我十天爱上了十八个年轻男人 闺蜜看着亲自找来的网图 满意点头 不错 这样才能给他危机感 你不是非他不可 傅近年从起初的警告 到后来直接回复 仿佛在替我计数 就在我以为 我还能安然无恙地造作几天时 团子突然哭着来找我 说他的玩具 小熊不见了 我陪他回忆了很久 团子才抽抽搭搭地说 我把熊仔落在爸爸卧室了 老宅 你爸爸卧室 团子用力点头 妈妈 把熊仔带回来好不好 团子哭得可怜 我陷入了纠结 万一撞见傅近年 我给家里的保姆阿姨打了电话 阿姨说 傅先生今晚不在 我这才长出一口气 急匆匆赶往了老宅 临近黄昏 老宅里光线渐渐昏暗下来 我来到傅近年图卧室门口 正准备推门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花花的流水声 他竟然在家 忐忑间 我突然看到了 门缝里露出的小熊耳朵 就在触手可及的位置 推开门就能拿到 我鼓起勇气 悄悄推大了门的缝隙 侧身把手伸了过去 老宅静谧无声 我没察觉到 洗浴间的水声早就已经停了 一层绵软的浴袍被我抓进手里 带来微微失忆 我一愣 突然被一只手提着 拎进门去 咔哒一声 房门闭合 最后的光线湮灭于昏暗 属于附近年独特的香味 混杂着沐浴液的味道 淡淡播散开来 冉冉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教过你 可以肆无忌惮钻男人的卧室 炙热的呼吸拂过耳畔 带来潮热的噪音 属于附近年独特的声线 扣动了我敏感脆弱的神经 我两腿一软 伸手攀住了他的浴袍 嘴硬的反驳 我是成年人 不要你教 附近年一顿 似乎明白了我的念头 低笑道 我的错 我不该开着门勾引你 我的脸刚好贴在他敞开的领口 感受着水珠顺着饱满结实的肌肉线条 一滴滴滚入浴袍中去 附近年声音音哑 似笑非笑的建议 你可以拉开看 只是建议你 不是教你 附近年滚热的胸膛下 是稳健有力的心跳 一下下撞着我的掌心 迟来的逆反期 让我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我突然揽住他的脖子 抬起头 点脚主动亲了他一口 由于太黑 我找错了位置 稳在了他的喉结上 附近年气息一沉 轻而易举地锁住了我的双手 压进床里去 不冷战了 我推了推他 都浓道 先休战 我要给团子拿小熊 附近年也不含糊 可以 不过我们先来谈谈 你爱上18个男人的事 我一噎 质问 附近年 你是不是以为吃定我了 我才不是什么 好脾气好说话的人 就算有你的孩子 又怎么样 你别想拿捏我 附近年笑了 我拿捏得了你 冉冉 你平心而论 哪次不是你拿捏我 我什么时候拿捏过你 附近年松开我 从小 成绩不及格 我是不是苦口婆心 让你去补习 你稍有不高兴 下次就给我 拿个更不及格的成绩回来 我嘟弄道 那是因为你太凶了 我害怕 附近年说 你父母把你托付给我 我要立威的 我想了想 好吧 就算你从小管我 是因为你要当家长 那现在呢 现在我凶过你 我说 你明知道孩子是你的 还看着我闹笑话 附近年沉默了 他说 我只是猜测 你为什么不问 附近年表情有些晦暗 你觉得 以我和你的关系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这么问 像不像一个变态 我想了想那个场景 是有点变态 附近年叹了口气 无论是偷拿团子的头发 做亲子鉴定 还是以其他的方式调查 在突我看来 都等于 我在 以一个长辈的身份 基于你 我不服气地问 也就是说 只有我主动 你才不像个变态呗 原则上来讲 是的 我不服气地踢了踢他 这就是你 不跟我告白的理由 附近年没演一书 就不告白 他低下头 堵住了吐我的嘴 吻得我喘不过气来 然后望着我恼羞成怒的样子 说 直接求婚 我愣住了 附近年说 时间仓促 我着急准备 没想到还是让你等急了 我陷入了沉思 确实 求婚这种事 好像也没法提前告诉我 不然就没有惊喜了 我又仔细一想 不对 还有林若初呢 你这叫无缝衔接 我压根没碰过他 怎么叫无缝衔接 附近年捏了捏我的脸 林若初当年算计我的时候 受了高人指点 我调的 其实是他后面那位 给我下药 阴差阳错的害了你 我不找他算账 岂不是说不过去 我盯着他的脸 慢慢思考着 所以你不该跟林若初分手 后面的人恐怕还有动作 有林若初在 容易一些 附近年将我摁到在枕头上 俯身吻下来 不过也无所谓了 为了这种事惹你生气 不值得 夜色渐浓 我这才发现 附近年还是有醋意的 那18个年轻男人 让他耿耿于怀 我有些慌了 警告他 我 我和你是平等的 你不许罚我 附近年恩了声 扶在我耳边轻声说 冉冉 我要是家长 兴许会罚你 不许出门 不过 今晚你说的对 我们是平等的 作为男人 我只会 他说完最后三个字 我吓得瞪大了双眼 来不及反应 就被拖过去 要了小命 最后 附近年还笑着问 明天把证领了 好不好 我还现在一场迷离里 疑惑的恩了声 这么急 急吗 感觉还行 不是说要等我主动吗 附近年笑着 也可以 他突然加中了公事 懒洋洋道 快 冉冉 跟我求个婚 见我又要哭了 附近年住了口 连忙哄 好了 给我个名分 好不好 闺蜜盯着我手上的钻戒 两眼发直 这么快 我点了点头 嗯 这么快 附近年无名纸上 带着婚戒的消息 第二天就传遍了 考虑到我和团子的生活 短期内 我并不打算公开 所以 对于附近年的结婚对象 众人议论纷纷 夏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叫许书白的男人 再次把我堵在了商场 这已经是一个月来的第三次了 阴魂不散 傅先生真够忙的 怎么能为了结婚 忽略你的感受呢 我拿着一包薯片 不确定地丢进购物车 我 的感受吗 许书白彬彬有理地说 你不是喜欢你小叔吗 他结婚 你一定很伤心 我承认他笑起来极具迷惑性 可是 他脑子是不是 有点不正常 他以为 和傅近年结婚的另有其人 我迟疑的功夫 许书白主动掏出一部手机递给我 夏小姐 我可以帮你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帮我什么 得到你小叔 我第一次认真的看着他 伸手接过手机 笑了 好啊 你真是个好人 短暂的半个小时内 我们结成了同盟 傅近年准点将车停在商场门口 我提着东西跑出来 拉开车门 对上他的目光 笑盈盈地喊 小叔 傅近年唇角的笑容一僵 自从结婚后 傅近年在公共场合 严禁我再用小叔喊他 否则就要回家挨法 傅近年的目光 在我举着的手机上顿了一顿 顿时了然 上车 我肆无忌惮地靠在他身上 小叔 人家好想你 你忙着和小沈结婚 怎么不理人家 傅近年眼皮一跳 这不是来理你了 我无声朝他眨眨眼 耳机里传来许书白的声音 夏小姐 记得回家一定要把镜头架好 有了视频 我们不愁赢不了 傅近年好像又变成了以前的样子 回去的路上 恪守了一个做小叔的本分 连碰我一下都不肯 刚到家 他就去了书房 许书白催我 快 把衣服换好 你放心 只要录下他抱着你的视频 我就能帮你 我熬了一声 进了主卧 许书白欣慰道 小姑娘胆子真大 好样的 我换好衣服 架好手机 背后就传来了开门声 然然 傅近年的声音 在看到我的穿着后 戛然而止 我拽了拽身上的校服 笑吟吟地说 跟我高中校服差不多 小叔 傅近年叹了口气 一言不发地关上门 转身就开始摘手表 我还沉浸在重返 碎得喜吐月里 突然被人拦腰抄起 脑袋悬了空 唉 唉 小 小叔 啪 屁股上挨了一巴掌 傅近年校里发凉 我说过要叫什么 我徒劳地挣扎着 有人 你干嘛呀 傅近年眼都不眨地 抽走我藏好的手机 放在耳边 笑道 白先生 我以为上次的事 足够警告你了 他说话的时候 还心不在焉地 把我摁进被子里 我小脸通红 正想逃跑 被傅近年拖回去 扣在身下 那头传来许叔 白牙尖嘴利的嘲讽 傅近年你倒貌黯然 结婚就算了 还真敢基于自己侄女 明天我就让你身败名裂 傅近年不禁倾笑出声 你可以试试 说完 他挂掉了电话 我用抱枕蒙着脑袋 小叔 吃辣 伴随着撕裂声 我的衣服变成了碎片 我傻眼了 傅近年慢悠悠地说 我倒是不知道 你喜欢这么玩 想让我当禽兽 就继续喊 我小声说 他总缠着我 挺烦的 我就想耍耍他 说完我又控诉 你明知道他在录像 还把我抱起来 傅近年低头吻下来 放心 传不出去 抬头 再喊一声 小叔 屁股又痒了 我轻轻热热地抱着他的脖子 老公 自那天之后 一切又恢复了风平浪静 几周后的某个下午 我跟闺蜜出门喝下午茶 突然看到了一则新闻 本是一家企业老板 涉嫌偷税漏税 以及其他原因 被抓了 闺蜜插起一块蛋糕 对着上面的人指指点点 你小叔的对家 好像跟林若初 有点沾亲戴故的关系 我认出了那人的脸 许书白 电视上 许书白对着镜头 似乎在念叨些什么 眼神中的信念感 都快一出屏幕了 电视台没给放原声 全程都是新闻播报员的报道 我问 他在说什么呀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闺蜜瞇着眼 读了会儿唇语 说 他在跟你说话 啊 他说 夏小姐 我不会辜负你的 等我出来 再试一次 所以 傅近年到现在 都没把我和他结婚的事 告诉许书白 随着许书白入狱 当年一些事情 逐渐浮出了水面 五年前的那晚 许书白利用宴会的空档 避开傅近年的耳目 在他的酒水里下了药 事后 让人将他送回酒店房间 再让林若初前去接应 企图生米煮成熟饭 在这个过程中 林若初跑错了屋 睡完后 发现对方是个男大学生 反倒是我 因为秘书忙不开 从家里带了套换洗衣服 来找傅近年 阴差阳错 闹出了那种事 而一心想通过绯闻 毁掉死对头的许书白 在发现林若初没有用后 把主意打到了我这里 这场闹剧 随着许书白的入狱 渐渐落下帷幕 傅近年特 一空出了团子暑假的时间 带着我们出国度假 人来人往的机场 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是林若初 他好像正在跟一个年轻男人吵架 咦 那是 傅近年说 他睡过的男大学生 我震惊了 这么多年 还在一起 嗯 傅近年替团子捏着棒棒糖 说 他跟林若初前后脚来找我 林若初戏台子刚大起来 他就给拆了 从始至终 我就知道那晚不是林若初 那你为什么还要对外宣称 傅近年盯着团子手里的棒棒糖 半赏一笑 不知道 兴许是想等某个人回来 或者等某个人跳出来 把我认领走 我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出一个举着小狗牌 等主人认领的大黑狗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不是我 想过 傅近年替团子擦着黏乎乎的手 几乎每晚都在想 然然 我对你的感情 谈不上清白 如果不是你 我会对你敬而远之 甚至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 我心里一颤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知道 傅近年摸了摸团子的头 兴许从你成年那会儿 兴许 傅近年没有说下去 我这才明白 我和他能有今天 是所有可能里的千万分之一 如果没有当年的阴差阳错 哪怕我在主动 在热情 傅近年都会不为所动 我默默勾住了他的指尖 我和团子的身份 到底还是没有瞒住 曝光的那天 我们的假期还没结束 我捧着手机 整整一天 心里忐忑不安 毕竟我和傅近年的关系 还是有点复杂的 总是免不了 被世俗议论和审判 可是这个事情 好像并没有在网络上 掀起多大的水花 闺蜜在电话里说 你放心吧 周围都没人知道这件事 要么是傅近年那边 给足了风口费 要么是出钱压热馊了 你们傅家家大业大的 怎么可能护不住你 两三天过去了 依然风平浪静 我悬着的心 才渐渐放下来 这天傍晚 团子跟着保姆阿姨 去海边捡贝壳 夕阳透过玻璃窗 在洁白的床单上铺陈开来 一场情势过后 傅近年将我抵在玻璃窗前 温柔地亲吻 累了吗 我浑身落满了赤红的晚霞 嗯 洗过澡 我翻开了傅近年的手机 他正在淋浴室 短信发来的时候 我喊了他两声 他没听见 我索性点进去 发现是傅家一位长辈发来的 近年 我没想过你会这么强硬 如果你执意如此 那就这样吧 我往前翻了翻 发现了傅近年 和这位长辈的聊天记录 看时间 是还在国内的时候 你和夏染的事 我们不同意 傅家从来没出现过 这么大的丑闻 傅近年 我是知会您 不是在请求您的同意 他是你哥的孩子 傅近年 养女 连姓氏都不同 呸 什么养女 勾引自己叔叔 也不怕糟天谴 下辈子投胎当畜生 傅近年 是我勾引他 要糟天谴 我一个人糟 畜生我一个人做 其实不用等下辈子 傅近年 发了一条公罕草稿过去 大致意思是 他傅近年禽兽不如 基于自己的侄女 还抢娶豪夺 简直禽兽不如 三叔 用不用我现在就联系媒体发出去 傅家长背弃的发来一串感叹号 你这是要毁了傅家 您想毁了他 我就毁了傅家 你 傅近年说 我劝您骂人之前 先找对人 他年纪小 听不得脏话 再让我知道 您想对他动手 我和您 恐怕就不是隔着手机说话了 淋浴间的门开了 我匆忙将手机藏在枕头底下 不是困了吗 傅近年习惯性的抄起我 将我团成球 抱进怀里 我回忆着刚才的内容 你 为什么突然带我出国度假 没有为什么 看你喜欢 就出来了 这次度假形成仓促 几乎是接到消息当天 我们就走了 应该是因为 他三叔的关系 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早已摆平了一切 我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亲了亲他 手伸进他绵软的浴袍里去 傅近年扣住我的手 声音沙哑 冉冉 还有精神 我主动吻上了他的唇 傅近年 我爱你 傅近年浑身紧绷 翻身将我重新拽入灿烂赤红的夕阳中 冉冉 我也爱你 摇曳的被浪将落日余晖 渲染成一团团盛放的玫瑰花 白昼将近 月色漫长 全文完